我们回来继续 之前的影片说了应用MVPChange of Combustion 来继续MVPChange of Formation 但我们这次也有新的应用方式 我们有任意一个Reaction 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 阿蒙尼亚和Oxygen Reactor Anno 和H2O 这个例子 我们怎样做呢 就是找回这里 Reactor Size 组成它的Element 有什么Element 很容易看 有N 如果是MVPChange of Formation 我们利用MVPChange of Formation 这里有4个N 就是2个N2 Oxygen有12个H2 6个H2 6个H2 Oxygen 没有变过 这些是否全部MVPChange of Formation 一边是这样的 另一边是Product Product 其实很容易看得出 你这里有什么成分元素 Product一模一样有相同数目 相同种类 即是说 这里有2个N2 6个H2 7个O2 变成这里 所有这样的Reaction 都会符合这个要求 你一定会写到这些Element 即是说 由些Element 出发向Reactin 或者向Product 走 大家都一定会有这样的NVP Cycle 这个NVP Cycle 我这里写好这些 4个NVPChange of Formation Fammonia Oxygen 这个Element 没有变过 不用理 然后 NVPChange of Nitrogen Dioxide 4个NVP 4个NVP 因为我们以前计算 Formation 即是1Mode 4 就是4Mode 水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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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6Mode 这里要乘6Mode 如果你用Hexus Law 来写的时候 即是说 这个是Initial Stage 这个是Initial Stage 你用这里开始计算 这个是Initial Stage 我们这里用Initial Stage 这里是Final Stage 即是说 你这里开始的时候 向这边走两个Step 1 2 即是这里的Energy Change 然后这里向这边走 这边都写在这里 你便将这边抄抄 这个又是Hexus Law 我们就把它排好一点 因为我们很喜欢找NVPChange of Reaction DELTA H 就等于 移动了项后 变成-4 成这个 在这里 这条色 我们只是举例 你留意一下 这里这项是NO2 和H2O 原来这条题目 这里留了2 大家加2 这里是NO2 这里是NVPChange of NO2 然后这里是Product 其中一部分 然后这里的Product 水 在这里 你将它的Product NVPChange 减回Reaction NVPChange 包括NH3 和O2 O2 这个NVPChange of Formation O2 其实大家都知道 等于0 所以这里 你写不写 没有所谓 我这里就没有写出来 所以 如果你把这个例子 总结起来 这里的DELTA H 应该将所有Product 这个符号 如果你读数学 也有听过 这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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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 这个符号 两个符号 减了之后 就是DELTA H 即是说 你可以以后 凡是任何reaction 你想找到DELTA H 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将这些Product 所有的NVPChange of Formation 全部计算 减了 减了 reaction nVPChange 就是这样 就可以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应用 这里 减了一个总结 就是由 Constitual Element 开始写 NVP Cycle Product nVPChange 减了 reaction NVPChange 就已经是计算 可以计算 当然 这个符号 比较方便 不过有个要求 全部NVPChange of Formation OK 好了 我们试试些例子 这些例子很简单 这里就有个reaction 随意买一个 这个就变成了CO2 和水 给了NVPChange of Formation 可以写一个NVP Cycle 由Element 开始写起 C 数分有多少C Hydrogin 也写在这里 然后 Oxygen 都会跟着 整个数目 这里一定出现 这些项目 一定做到 NVPChange of Formation of Product 我们真的用一条公式 DELTA H 就是 CO2 2 H2 2 这些部分 加起了 之后 减回reaction NVPChange of Formation 在这里 只有1Mode Element O2 Element 我们是0 在这里 也写回remark 在这里 0 那你呢 裂了 这条色 那便代替了 别人给的资料 我们呢 其实在文献里面 全部有了 这些数据 你查书 就已经查到 基本上 你不用进去 实际室 是真的做的 那你呢 就照待 全部 小心点 不要按错计数据 可以计到 -875 这个 通过 差不多了 这个 我们呢 最后 看看 練習 这个 就真的使用了 之前所说的 东西 什么都是用 现在呢 coe 问你什么 他现在呢 就想找一个 AvipChange of Formation MgCO3,由它们的Element开始做起,在Standard-State 1Mg,1Mg,1M carbon,2分3MgO2,就完成了 实验做了两项,第一项就是 把MgCO3,放到HCL 里面,提供的资料就是 reaction mixture 的温度上升了3.5度 另一个情况,就是把MgCO3,放到HCL HCL 也是放到HCL,3g,放到HCL HCL 的解析温度上升了5.9度 实验做了两个,另外有两个不做的查资料 就是MVP Change of Formation of Water, 和 CO2 现在我们跟进去做法 第一,他想问你 现在我们做的时候,留意 以前我们计算的时候,我们经常说 Hits 等于Mc delta T M就是Mas,C是Specific Heat Capacity Delta T就是温度上升的一度 这次我们试试一些新东西 这里不是给Specific Heat Capacity 这个是叫Heat Capacity Heat Capacity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留意单位就很容易看到 他说的意思就是 整个发泡胶杯 连起来HCL,M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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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发泡胶杯 总共这么多东西 每上升一度的时候 就会有542J的能量变化 上升的就是要放了那么多能量出来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这里用Heat Capacity 表示的时候 其实等于 将刚才这条 我们用开的色 就变成了X delta T X就是Heat Capacity 换句话说 是什么呢? 如果对应这条色 就是根本上 将Mas 乘入Specific Heat Capacity 一个计算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这样用 不是和你逐个单位的质量了计 但问题就是 你总之知道是这样 就照用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升了33.9度 Heat Evolve 你便将542J乘入3.9 即是释放了2113.8J的能量 在Mas和HCL的reaction 当然 你这里只有0.1g 那就是Mas和HCL 这个是Limiting Reaction 所以我们计算 真的只有这么多reaction HC又多了些 有些是没有reaction 我们不能用在这里 而且你也不知道 用了多少 我们计算有多少mode 0.1除去Modal Mask 24.3g 有0.00412mode Mas用了 但我们要求在这里 1mode 的时候会出多少 你是不是应该将能量 配合大 配合大 才能计算到Delta H1 Delta H1 这个是exofermic Reaction 所以我们先加负好耐性 将Energy 2113.8 除去Mas和HC 就负513.1kg 由原本Jou per mode 已经进了位 变成KJou per mode 这是第一个部分 OK 好了 还有后面 后面 再计算什么呢 现在就是 去问 就是问 Masem Carbon 和HC 和HC 变成后面 这些东西 其实 就是 第二部分 这个 这里 一样 都是比较 温度 温度 升 5.9度 我们的做法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就 这里 一模的 Masem Carbon reaction 是Delta H2 Heat Evolve 将Heat Capacity 整个Temperature Change 有一样 大家留意 我刚才都没有说 就是 这里 Heat Capacity 在这里 写单位 Draw per Kelvin 这个绝对温度 每一度 就 升 那么多 和这里 3.9度 这个单位 Degrees Celsius 如果纯粹计算 道数 这个数值 一度 摄氏改变 和一度 Kelvin 是一样的 大家 可以直接 用回5.4.2 乘3.9 这边 3.9K 都可以 好 这个 我们继续 你把5.4 2乘5.9 就是能量 释放了多少 319 7.8 下面 计算 Masem Carbon 是Limiting React 计算 计算 3g 除去Masem Mg 24.3 C12 O 3.16 用了这么多Mode 的Masem Carbon 这里 你要计算 1Mode 所以 计算 DELTA H2 就配大 在这里 除去0.0356 Exo Fermi Reaction 你自己加负号 负8 9.8KJm 这两个 可以做实验 即是 Part 1 和Part 2 当然 我们还未计算 MVP Change of Formation Masem Carbon 这个 也未计算 当然 我们用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 另外三四 这两个资料 都可以用 我们看看如何用法 我们看看最后部分 这部分 它要求你画 一个 MVP Cycle 我已经写在这里 你看看 要做这个反应 你记得 Masem Carbon Masem Carbon 在第一个实验 和第二个实验 都可以加上HCl 之前的 例子我教 HCl 两个 导在左手边 和右手边 大家一样 你可以不用这个 写法 可以导在佔水上 总之 大家 最后 加相同 HCl 好了 你看看这里 我们先看左手边 我这次 逐个步骤 Masem Carbon 加两个厨师 是否Masem Core 和HCl Gas 那 Carbon 和Oxygen 这些 我们就不转 照抄抄 第一个步骤 我们之前 已经做了一个资料 就是 -513.1KJ 我们就把 -513.1KJ 写在这里 这个简单 简单 散略了 好了 第二个步骤 就是 HCl 和Oxygen 反映 这里要产生水 因为 题目有个资料给大家 就是 HCl 和Oxygen 反映 DELTAH -284 叫做 毫米 我们可以 照射 -284 叫做 毫米 这里就产生了 1毫米 水 另外 C 和O2 照抄抄 O2 少了 因为 用了半mol 只剩1mol O2 C 和Oxygen 可以在第三个 设计 上 写 数据 第四条 方程式 在这里 可以产生了 CO2 -396 kJ 我们 来到 -396 kJ 最后 全部出了 Malicium carbon Water 和CO2 如果Malicium carbon 加 HCl 就是 第二个实验 做的 一样 之前 计算到 -89.8 kJ 即是可以直接使用 -89.8kJ 整个MVP Cycle 已经继续了 即是 哪个是开始的步骤 我当是这个 这个开始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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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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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开始 变成 这些 我们可以将 这两个 加起来 我用Hexus Law 在左边 然后 另一个 步骤 就是这样 走 经过三个步骤 1 2 3 又是大家回到 相同的 就是最继续 最继续 我们将这三个 加起来 这些等式 按一按计数机 MVP 改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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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kJ Hexus Law 就是这样 应用法 E4 Chemical Reaction 和Energy 全部讲完 我稍后 给你们些继续 做 好了 就好了 就这么多